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御理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天气渐渐就开始回暖了 就开始夏天来 在街上都见到很多少女 女性 开始穿短裤 超短裙 背心 吊带衣服 其实在这方面 衣着方面 对于这些女性身体上会不会出现了一些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说的 现在的年轻女性通常很喜欢穿得比较暴露 因为她们身体好 又不怕冰 始终女性脂肪多一点 所以她们预寒的能力比男性强 有时候你会见到 在天气稍微暖一点的时候 就算是冰的天气也好 你会看到 有时候我看见 有一个照片讲日本的女生 其实很冰的 但她们都是穿得很短裙的 始终脂肪多 她们可以所谓抵承得到 我最近有个朋友的女儿 她就跟我说 她始终是一些外国回来 很西化的 在国际学校读书 有时候她和同学两个人坐地铁 她和同学可能是特别一点 是穿得比较暴露的衣服 在地铁有一位乘客 一个老人间女人 就看到她就开始劝过她 是吧 女孩子不应该穿得这么暴露 是是 这个朋友的同学就不受 不奋气了 跟她吵起来 当时我相信 什么原因 那个乘客 和这位同学谈起来 可能都觉得她穿得这么暴露 其实是不好的 有问题的 好了 这个资料 我最近都是 我跟大家说 我经常在网上 很多很好的资料 有时我看了之后 我都忍不到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事实上很多女士 有些年轻 有些不太年轻 都是很喜欢 穿得很暴露的衣着 我们不要说 基本年始方面 或者有些女孩子 觉得为了美和性感 就会不惜牺牲一切 但她不知道这些行为 其实是被她埋藏了 无数的祸根 总辞了一天 这些所谓爱美的人 要为她的无知和无畏 付出代价 其实是什么代价呢 这篇文章 从五个角度 第一 就是说疾病那方面 当夏天过了之后 在秋凉的时间 很多人的衣服 其实都仍然穿得比较暴露 很少的 但是 也有些人 都很容易看到 就是可能有一间单车 或者坐着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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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了腰 土製 路腰 这样的 你可以看到 这些女士很多时候到中年以后 就发现身体出现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譬如 惊痛 怕冻 筋骨 肿痛 甚至乎出现不孕不育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 其实这个和年轻时穿着的习惯 都有很大关系的 那我就解释一些 简单的健康常识 那从中医角度来说 我们身体死者有很多重要的穴位 那如果这些穴位呢 长期受到刺激和暴露 很容易对身体产生伤害 譬如我知道颈 颈椎那里有个大穴在后边 那腰背后面 腰背有个命门穴 在大腿左边有分布无数的穴位 譬如触三里 三音胶 其实这个是和那个 挺重要的穴位来的 那如果 这些穴位呢 刚刚是那些女性 是衣服里面 特别容易暴露的 比较下跪 那天气暖了 那很多人呢 那穴位呢 就是打开的状态 那长期在这些空调环境 工作或者购物 这些寒气 就会通过这些穴位 就进入身体的 长期下去呢 就会出现寒邪 导致各种疾病的产生 那比较严重的疾病呢 就平时 就是因为平时不注意保暖造成 譬如夏装冬尊 秋天不要说了 那夏装基本都不离身的 什么情况呢 都是 喜欢把身体的肌肤 肌肉露出来的 那这个就是和身体 埋了定时炸弹了 那我知道呢 其实西方女性呢 因为她们的开放观念更加早 但往往很多老年呢 她们呢 是会坐轮椅啊 躺在一张床呢 是比较普遍的 这个也是一个现状 都很厚 就是她们 她们是 不是很耐老的 她们 她们老得快一点的 多闻一点的 那些中国人 终于所谓的那个根肅 那所以现在这些女性呢 为了靓 是无知之中 将身体慢慢推着 那个痛苦的因缘 那所以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 经常都说过 青蛙慢慢地煮呢 那有时你就是 不觉得这个问题的 那其实很多的女性呢 就喜欢穿暴露的女性呢 其实都好像比青蛙 比些水慢慢煮 都是一样的 那很多时候呢 到你出现有病的时候呢 很可惜都不知道 是那个原因在哪里的 那这个就是医学角度 我们看到了 那真的在 就是 很多女性呢 现在都很多惊痛的那些问题呀 很多 不孕啊 或者关切的那些问题 那到年纪大呢 就特别容易出现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那个安全的方面 那大家知道了 脚的太暴露呢 会很容易吸引一些 身为不轨的男性 作为侵犯的对象 那尤其是夏天呢 这种情况发生都比较高的 是 就是咸豬手啊 偷窥啊 偷拍啊 那甚至乎是性侵犯呢 都会累累发生的 那这个不是说 就是 那当然呢 那些人做的人 都是心理不健全的心理呢 是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女性都要反思一下 那在网上我都看过一些资料 譬如在阿拉伯国家 杜拜啊 这些地方 那有时有一些旅游客 在那里呢 是遭遇了强奸的情况 那结果呢 那些旅游客呢 被强奸的人呢 反而要坐牢 啊 反而反而 不是那些强奸的男人呢 他报警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你做错了事 你是一个 即是你是一个 不是跟老公以外的人 发生性行为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你会看到这些 所谓那些 不同的国家法律呢 其实呢 对女性来说呢 是一个 是一个很大的陷阱 那当然呢 就是很多事呢 发生呢 都不可以是偶然的 那女性的自身的人身安全呢 都要做到防范未然 那就好像家里呢 就会装些什么 防盗锁 是不是 一样重要的 那好了 我知道呢 为了安全呢 将会大门锁好 窗门关好 出家的时候 那还有呢 那还有呢 不会有时候呢 忽视了身体的外面呢 所以要遮挡和保护的 那因为女性身体最重的步验 也很容易被人窥视了 导致招策上满呢 就惹和上身 那这个是安全的角度 都要考虑的 那第三呢 挺有趣的 原来婚姻那方面 你想想 这个和婚姻有什么关系呢 是的 穿着的和婚姻不好 有什么关系呢 那他说你想想 你拥有一个浪漫 美好的感情的时候呢 他有很多重要的因素 你是会忽略了的 嗯 比如男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究竟你是哪些重要呢 那其实呢 是很多的重要的因素 是比较忽视的 比如一般人会考虑什么 就是一个男女关系 要考虑个品德啦 相貌啦 那个身体啦 工作啦 家庭环境啦 金钱啦 地位呢 其实这个在长远的相处呢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嗯 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呢 那么很多单身女人 约了人呢 那么其实她 可能她的相貌 其他都是一般的而已 那但是你知道 现在的化妆数很厉害的 哈哈哈 把一个很普通的面呢 是弄到滑到呢 很漂亮的 那么最重要呢 当你有一个美好的身材呢 和皮肤呢 你就会很容易呢 穿一些充分展露你的身材 和皮肤的衣服 和对方的约会啦 那么当然约会可能成功啦 那么这个男友 成为你亲密的伴侣啦 你将女性所有一切都给对方了 那么但是呢 事实往往呢 是走在一个 你不愿意看的方向的 最终男友就提出分手 其实你又很简单呢 你们性格不合 嗯 那么 那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那么她当初跟你 答应和你交往呢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的 我们当时呢 找得 我们是不知道的 嗯 相貌有时都很难看的 因为那些化妆都很厉害的 那身体就看到啦 因为你要故意去表扬啊 是不是 那但是工作是怎么样 不知道 家庭的条件 亦都是一个问号 那个金钱啊 地位啊 其他很多未知的因素的 那么 那么在这么多条件里面呢 唯一样的条件呢 就是你身体呢 就看到 就是因为你 你显示给人嘛 那么 那么当男人选择跟你交往的时候呢 而她的理由呢 并不充分呢 或者因为过于赤裸裸呢 就等于你提醒你自己呢 要小心的 因为将来呢 可能是一个悲剧来的 那么当然呢 不是说所有男人都是这样 那么关键呢 是你选择的时候呢 的标准 如果你其他的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呢 是将女性最致命的弱点呢 当作一个优势给对方呢 结果就自食其果 就是自水其肉 那么在外国呢 我都看到很多这些这样的的问题 就是婚姻的问题呢 其实是那个可以说 离婚率是很高的 保守估计起码40% 但是我听闻呢 有些已经已经超越了 那么其中一个情况呢 都是就是你的衣着 你是用一个暴露的身体去吸引人 而忽略了其他的重要的因素呢 那么导致最后呢 是婚姻失败呢 其实都是有 就是说得通的 不是说不通的 那么很多女性呢 表面上很有主见 其实根本都不知道 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 爱情能够长久保持的 那么使用身体和性 来为爱健康呢 这个是永远靠不住的 那么所以呢 就是他说呢 在男朋友老公或者異性面前呢 因为阳耀身体呢 其实是一种严重缺乏自信 和缺少道德感的表现的 赢得别人的尊重呢 不是靠身体和外在的什么东西 是一个道德观念 在某个程度上呢 和穿着多少呢 成为一个比例的关系的 穿得越少呢 越是容易被人轻视和抛弃 不只拿不到男性的尊重和理解呢 相反地呢 很多人被别人呢 对你心为不轨 结果就害了自己 嗯 原来这个和婚姻 都有这样的关系 挺有趣的 嗯 第四呢 就是说风水 大家都懂得风水 风水呢 其实没有什么新的观点 很多人都相信 很多人都会普及应用 方格很多书啊 这些东西 那 那么 风水呢 其实是可以怎么去 譬如呢 其实身体好像一个家 家里面呢 装了很多贵重的东西 嗯 但是一定有一些围场啊 窗户啊 门所保护的 那就是能够防止小偷啊 强盗的光顾啦 甚至他都不让他知道 你家里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那其实呢 同时呢 人的衣服啊 那个扭扣啊 贴身的衣服呢 其实好像家里面的围场 那个窗户一样的 有一些同样的保护的作用 和功能的 好了 假如呢 你就拆了一个家里的围场 或者那个窗户大开 就等于将这个家里的风水 全部破坏了 嗯 所谓的 就是那个漏气啊 啊 山材啊 小偷强盗 自然就可以呢 是动出里面的一切呢 随意出出 那所以家里根本是完全没有安全感的 好了 那同样呢 女性最丝密的部位呢 是不应该随便被人看到的 那古代的女人穿的衣服很 即是很讲究的 是喜欢自己包到密密实实 是不是没有道理的 是风水学上的呢 就是说呢 是气不外露才不外事 嗯 那但是现代人的衣着呢 根本就不讲讲这样东西了 该露的地方被面部呢 就老了 那但是呢 不该露的地方呢 就是女人穿短裤啊 敲短裤啊 鸟物啊 就是露蓝妆啊 甚至布露丝 事物的地方 那结果就喜欢她的舌气 就是会生病 破财 和伤身体 容易是性侵 和妇嵌不顺 大大不利 嗯 好了,还有一个就是因果 也是有意义到这里 因果道理很多人都难理解 也有人都不相信因果 相信不相信也好 总之你可以看到某程度上 女性暴露式的依照在某程度上 是助长了社会上的一种恶的杂气 譬如很多男人看到女性穿得越少 就有心有些邪念 尽而为非作打,走上犯罪的道路 这些罪过都要记得女人穿着的身上 其实这是一种种恶果 将来都可以受到恶因 很多女人恐怕人家不注意自己 不让自己性感的服装吸引 所以她穿得越少,越露骨 殊不知在这种地獄的因害 这个原因是害人害己 当然很多人都不服气了 我穿什么东西有什么事呢? 就像我这个朋友 她的同学和那个老人家在地铁骂 其实关我什么事呢? 我怎么摘穿 其实她做过坏事 比如侵合她的人做坏事 为什么我要受到恶果呢? 很不公道的 可以这么说,这些都是狐狸糊涂的人 因为那个因缘果报的道理都不了解 才会说出这些糊涂的话 世界上有一种的事实 就是发明枪的人 就不会因为有人用枪杀人 要承担那个责任 但在这个因果上就不是这么看的 不单只拿枪杀人的人要受到恶报 就算发明枪支的人都要受到恶报 为什么呢? 当然了,如果她没有把枪支发明出来 就不会有人拿枪去到处杀人 通俗说一句 发明枪支的人都是同样犯案的 大家都听到原子弹的问题 听说早期那些,例如爱因斯坦 原子弹都不肯参与把科技製造原子弹的过程 因为她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 她也有点后悔 因为这方面的研究 导致原子弹出现 你看现在世界的局面多僵局 即加强了战争的杀伤力 是的 因为地球上什么人都会有 如果那个人有刀的、弓箭的、拳头的 他杀伤力没有那么大 是的 即使普通的枪支也没有那么大 但现在说来说 一个狂人是可以在冲动之下 因为很多人都会冲动做错的事 这个大家都理解的 这是经常发生的 但如果一个狂人无理性的人 在冲动之下放出这些毁灭地球人类的武器 你可以看到那个后果是很惊人的 所以不怪之很多科学家都后悔 他制造出这些这样的武器 结果就遗害了人类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喜欢着暴露衫的女人 都不要质为不悟 不要真的出现了问题才会后悔 因为到时已经太晚了 所以在这篇挺好的短短的文章 我觉得跟大家都应该去分享 因为在我们的工作上 其实都遇到很多女性的 经痛问题、年轻的人都会有 还有是不仁、苦科病 当然到年纪稍微大一点 关节、中医所谓的根宿 这些是因为寒邪入身体 所以后来那些健康的问题 所以这方面都希望大家都留意一下 医着方面是要保护身体 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有两面提的 有些衣服很适合一些年轻人 展现了他们的身形 亦都给到穿着衣服的人 可能增添了一些自信 但是其实应该都是要配合得有趣 太暴露的 其实也不是一个美感 正如刚才医生说 制造枪械或制造其他东西 可能出发点都是想为好的 但是错误了利用的时候 就会造成的灾害 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差不多 很感谢袁医生 和我们分享了今天的题目 就是女性不应该穿得太暴露 如果各位有什么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